8票 超可愛的 我的天啊 超小一個了 打開來看一下吧 哇 好小喔 超可愛的 我的天啊 我們先把膜給撕掉 然後這次最特別就是 它有附一個這個盒子 所有的配件啊 都在這個盒子裡面 Type-C的充電線 Type-C跟iPhone的連接頭 還有附一個吊繩 這個吊繩好笑是 在機身 沒得綁 吊繩不是應該綁在機身上面的嗎 是綁在機殼的 感覺很不賴耶 這是我的GoPro HERO7 我一直很喜歡用GoPro啦 我有買GoPro5跟GoPro7 可是最近我發現 GoPro真的很好用 這台Hero7啊 幾乎都是我兒子在用 它的頻道很適合用 GoPro拍 這個手把是GoPro原廠的手把 是我認為GoPro近期啊 最好的配件 它可以啊 這樣子立在桌子上 然後還可以升高 升低 我覺得它很方便啦 我蠻推薦買這個GoPro的手把 我當初找也找了一下子才買到 這個是最新的OSMO Pocket 其實這兩個大小跟重量有點不一樣 如果我單純以現代的手感啊 GoPro應該比Pocket 大約是重兩倍左右 應該有 感覺上 基本上啊這兩台定位是不同的東西 今天我就來試看看 這兩台各有什麼優缺點 在開始之前其實我在網路上已經看過 太多太多的評測什麼有的 GoPro比OSMO Pocket啊 其實廣角太多太多 其實GoPro的變化性啊 絕對會比OSMO Pocket大 我今天還是想來找找 OSMO Pocket它的產品定位 跟它的優點到底在哪裡 WOW 各位孩子們早安 DADDY我是老爸 不曉得現在收音的狀況 怎麼樣 OSMO Pocket啊 目前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就是 我看得到我自己啊 雖然有點窄 嗯 我後面的畫面 好像就是取景的範圍不大 不過可以看到自己啊 相對來講會比較安全 它暗三下變成自拍模式的時候啊 它會跟蹤人臉 拍攝的感覺上是更有信心的 我們來換成GoPro GoPro一直是我最喜歡的一台運動相機 因為它真的太方便 一直到現在 我兒子每天都用GoPro在拍東西 我覺得它甚至比一些口袋機啊 還有什麼更方便 當你沒有用單眼像 現在這個A73在這邊 的時候 其實GoPro已經很夠用了 它可以下水 可以縮時 而且又可以產生 很多很多的視角 我們今天就用這兩台來Vogue一下 等一下我要去接新店拆領 可是今天比較好玩的是 我們要去溜冰 跟NinoTV去溜冰 所以剛好可以測試一下 這兩台的相機 現在在盲暗的地方啦 可以發現其實就是沒有錄到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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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到新店拆領了 可是這個很好玩 我往這邊移 它一直跟著我的臉 他會跟蹤人臉 有沒有 超不到你 超不到你 他會跟蹤人臉 所以我把這個鏡頭轉過來 欸 所以他會一直跟蹤 欸 又追回我了欸 我也不曉得 那我就硬搶走這樣 硬搶走 還是追到我嗎 有沒有追到你了 我看一下 等一下 你太有畫面啊 有有有 它寫丟失目標 還是在我還是在我 還是在你 我這樣子這樣 沒有啦 沒有啦 他可能會以第一個為準啦 所以 有啊 他現在跟我啦 現在跟你了嗎 喔現在跟你了 所以就是你要錄 看鏡頭啊 沒辦法看鏡頭 你 你沒有看鏡頭 沒有 你要去哪裡啦 那邊 拍拍看快點 你到底行不行啊 你到底行不行啊 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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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漂亮小姐了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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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玩好玩嗎 你為什麼會拿兩顆 對啊 我看哪個照得比較便宜 好漂亮 天啊 好玩嗎 好玩喔 妞妞 今天開心嗎 可以 你今天笑得很開心耶 我們等一下去遛冰 好 這邊 去撈間看看 換Gopro 換Gopro 換Gopro捞一圈 你要拿桿子的地方 這邊一點 這樣不好嗎 是 看的 沒有 你 要嗎 要嗎 對 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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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太小了我没看到啊 现在很暗 那其实它的晚上拿起来是感觉 比较顺 对 可是通常这个环境如果Gopro拍起来 就可能有点糟糕了 可是 可是OSMA 他这次爱这次比较不会 你看牛爸在算 算等一下 我会有没有心肺哥 是在相同 光源下 然后现在我们照的感觉 可以跟刚才 可以刚才OSMA的parking稍微比较一下 牛爸在那边 牛肉在这边 好 让大家比较一下 再吃羊肉炉 这样有我 他应该应急进来 他应该应急进来 对他追踪我 应该 他追踪我 記得追踪我的爱主 追踪你的爱大头 我们换过去看一下 欸欸欸 追到后面去了 回来 回来 追到日本奖 又回来 又回来 一开始拿到这两台机器的时候啊 一开始拿到这两台机器的时候啊 我想说做一个比较 可是后来我发现 他们根本是 完全 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在我自己拍之前啊 老实讲我是根本不会去推 OSMA Pocket 他真的不够光效 而且我从别人的评测看了 我觉得OSMA Pocket啊 并没有说画质 多好 可是今天真的让我 非常的意外 他的画质啊 真的比GoPro 好的非常非常多 这两个东西啊 是定位完全不同的东西 OSMA Pocket 没办法取代GoPro GoPro 绝对也没办法取代OSMA Pocket 毕竟啦 物理的三轴稳定器啊 真的稳定非常多 不会像GoPro 电子防手震一样 他是比较假假的 在我一整天使用下来 除了他画质很好 之外 有几点是让我比较意外的 第一点就是 他的待机时间 当然GoPro 是可以换电池的 OSMA Pocket 不行 当GoPro一颗电池 用完的时候啊 其实OSMA Pocket 才用的50% 第二点啊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 他的轨迹缩时 因为轨迹缩时啊 在GoPro来讲 你还在加一个 类似电子转盘 或机械转盘 让他能够移动 可是现在不用 你只要把这东西放着 其实他就自己可以缩 而且缩得很漂亮 第三点我觉得他也非常棒的就是 他的操作界面 他的操作界面 我几乎没有什么看说明书 当然因为我是长期在拍摄了 可是我觉得他 做得很直觉 而且他这个触控面板的触控感觉啊 其实是非常好的 我也觉得说他 就是顿顿的 虽然他比较小啦 可是基本上我觉得也是够用 而且他会省电 跟这个面板小 我想应该也有一些关系 他主要竞争对手 还是一些饼干机 像阿叉100 GX7 他非常非常适合 入门的新手 而且尤其是 你不喜欢自拍的人 就是你拍别人 多过于拍自己的人 因为毕竟啊 他不够光 所以你拍自己 就是真的有点后面带景 带的太少 GoPro来讲呢 其实定位真的完全不同 奶摔防水 广角 他比较属于说 你原本就有一台不错的相机 那你第二台相机 想要做一些比较特殊的镜头 比如说完锤的画面 GoPro是比较适合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结果 其实我自己也蛮愉快 蛮推荐新手去买 Osmart Pocket 我觉得大疆 真的很厉害 他把这个三筹技术啊 现在真的就 这样子 戴在手上欸 我觉得这真的 太强了 我会把这个商品 连结放在底下 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看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分享按赞 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下午店 就是发布影片 我们明天见 拜拜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